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是时候做一些小零食了 那今天就用面条 来做一个好吃嘎嘣脆的小果子 从市场上买了一块五毛钱的这种新面条 最好选这种稍微粗一点的 用刀给它切成6-7厘米左右的段 准备炸面条 油温大概五成热 如果你不知道油温的话 先丢一根进去 能够马上漂浮起来 也就可以 再把面条给放进锅里边 慢慢炸 炸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多翻动 让它上色均匀 等炸到表面微微发黄了 这时候要迅速地捞出来 如果稍微晚一步 有可能就会发黑 再来熬糖汁 锅内放入100克白糖 50克清水 用铲子稍微把白糖给铺平 开中小火煮沸 中间一定不要用铲子搅拌 否则会变沙 但是可以晃动锅 糖液熬到香油色 用铲子稍微搅拌一下 这时候把火调到最小 下入炸好的面条 用铲子不停地翻动 让每一个面条上边都裹上糖液 再撒一点熟的黑芝麻 或者是白芝麻都可以 再稍微翻拌一下 倒在一个油纸上 趁着热 一定要及时地用筷子给它分开 等凉了就全部粘在一起 就不好分开了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速度 等凉了它就会变得酥酥脆脆的 开始 收散 刘亲 刘亲 刘亲